学习什么地方 今天带大家看一看 在非洲卖摩托车 到底挣不挣钱 白买的摩托车 前垫后库 这不是国内大踏碗吗 当中 当中你好 在乌干达咱们当地要卖多少钱呢 当地先令在430万先令 也就是8000人民币 这要看起来什么 这车可厉害了 街车呀 这车得卖多少钱 这个车比较贵了 这个车差不多要2500美金了 对唱以后的摩托车 还是这一款 这不是这个外面跑的摩托 的摩托档吗 对对对 摩托司机喜欢的摩托车 张总这车能一次拉三个人吗 Gos are you ready Block up let's go 王总你看一下 这个大街上的摩托车 基本上80%到90%都是印度的摩托车 怎么会是印度的摩托车呢 印度车比较皮实 耐用省油 价格还比咱们便宜吗 贵贵贵 价格还比咱们贵 贵差不多200到300美金 我们的车子怎么说呢 同质化比较严重 竞争比较厉害 价格打得比较低 所以质量变快就没有什么把控 别看非洲人穷 买东西其实挺挑剂的 金石不同王子 竞争不仅来源于欧美 还来自于崛起的印度和东南亚 不过要想走出国门进入非洲市场 那一定要苦练内功 设计制造出符合非洲市场的产品 这样才有赢的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我一瓶酒 再给我一支烟 说走就走 我有的是时间 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独自哭着不妨往前 给我一瓶酒 再给我一支烟 说走就走 我有的是时间